全球支付行业的规模一直在不断地增长 Square作为支付行业中的一员 为什么其公司估值远超级竞争对手PayPal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现代支付系统主要建立在信用卡支付的体系之上 分为三个主要的参与者 信用卡商、买家和卖家 而Square就是卖家之一 在此行业中 PayPal与Square的业务重合度极高 也是Square的直接竞争对手 在过去的五年中 Square的营收增速远远高于PayPal 其2020年营收大部分来自于比特币的交易 归功于去年比特币价格的暴增 支付行业最看重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收益率 Square用户群体主要为小微企业 还在快速发展阶段 盈利能力和净资产收益率都落后于PayPal 在刷卡服务商的业务上 Square想要提高利润率 就必须要增加中大经企业的业务量 但是在最新的财报中 终端市场卖家的总支付额同比增长43% 提高公司的利润率 随着已经接种疫苗人数的增加 以及经济活动的逐渐开放 相信Square将从中受益 靠着卖家业务的帮助大幅度提升获利能力 公司的另一项服务 现金APP 帮助Square布局了消费者的生态系统 Square的估值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个项目 同时Square认为 消费者生态系统大概是600亿的销售规模 它们目前只有不到2%的渗透率 还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Square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 它们有机会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闭环生态系统 从而真正实现支付成本的降低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